这是我们固市呢 首次采用联合开发的模式 也是对SC集团 所能进的最大诚意 相信你固市 在中国市场的熟悉程度 以及您在海外市场 多年的商业地产运作经验 这次的项目呢 只会是我们一系列合作的开始 威廉先生 如果您还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有说得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随时提出 你说得非常详细 这次小顾总准备工作 做得很充分的 女侄 你怎么在这里 威廉 好巧啊 原来你在顾市上班 顾荣是我的老板 我是他的保镖 酷 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啊 威廉先生 不知道您对我们的项目 提案有什么意见吗 坦白说 我相信固市在中国市场的运营经验 但是我很担心你们怎么吸引年轻的客户 在你们现有的方案里 我看不到什么兴趣的不一样的东西 我去过你们的商场 但是我觉得 干其他所有的商场并没有什么太大差异 女侄 你觉得顾市的商场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威廉先生 你有去过顾市最新开业的那个商场吗 没有 那您在宁海参观的时候 有没有见到顾市商场里的垃圾桶还有休息椅 好像在修理中 给 是的 这是顾市最新一季的主题设计 我们利用了涂鸦的风格 我们想要将最潮流的元素 与商场中最常见的物品结合在一起 带给大家充满活力和年轻的氛围 在顾市的每一个商场当中 有将近百个休息椅以及垃圾桶 这其中每一个设计都是不一样的 虽然这个设计才刚刚开始进行投放 但是在网络上已经成为了网络打卡圣地一般的存在 我们想要带给客户的是拆盲盒一样的惊喜 就目前来看 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这个目标 虽然这些都是一些细节 但也代表了故事想要成为差异性商场的决心 以及尝试 太棒了 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好的提案了 我没想到你会中国功夫 还对设计那么尽头 Go 只要有女小在 我一定放心和你们合作 合作愉快 不过咱们的合作里头 不包括我的女朋友 没想到最后搞定SC的居然是苏静静 想不到啊 小顾总的女朋友有点实力啊 哎 就是可惜了白总 本来嘛 职场女精英和爸总双强CP多好啊 你快得了吧 小顾总之前在公司的时候 对他就没什么好感 他们不是认识很久了吗 要是有什么早在一起了 对 还是总裁和女保镖的CP更好客 你什么找你的CP啊 你管我 好好好 好 后续的合作我会让法务再跟进一下 顾在我们合作之前 我还有一个请求 你的女朋友能不能借给我 这 这种有机 放心吧 我只是想借她两天 在美国一个歌舞中心 想做中国文化主题展 我想请你拍一个断片 就在宿家武馆 女侠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 你是说拍电影吗 但我不会表演 放心吧 我有专业的团队 你只要展现出几个动作就好 那好吧 我爸说了 弘扬中国武术文化 我为义不容辞 谢谢我的女侠 当时以后见 行了 小心 我坐一会儿 我坐一会儿 对不起啊 你的小哥怎么着急了 你看那个雷脸 看到最好紧的事情 是错 爸爸说的 今天可实在太刺激了 我实在没有想到 威廉娟是SC的总裁 怎么样 你女朋友厉害吧 不仅帮你搞定了商务合作 还有人请我拍电影 说吧 要怎么感谢我啊 守着你 不让你再乱跑 说得好 继续保持 对了 你拍过短片吗 我没有什么经验 我怕到时候出乱子 你会不会陪着我啊 我又不是导演 陪你干嘛 谁家老醋倒了呀 怎么一五酸味啊 酸得很 真酸 对啊 我就是吃错了 你要不要也尝尝 不要 白总 这是SC集团发过来的 合作一项书 顾总让你看一下 这么快啊 我记得威廉先生说 下周才能反馈呢 我才是因为苏静静 听说他俩之前就认识 这个威廉先生呢 特别喜欢武术 要说呢 这个苏静静还真是 顾总的福星呢 你可以出去了 好的 白总 我先出去了 来 我们化妆 开始补妆了啊 这整块儿雕动 我们这样的 好好好 来 那个没有前景 帮我们找一下小松树什么的啊 我一紧张我苦渴 加油 老爷 你看我女儿还可以吧 做演员 很有灵性啊 他随我呢 赶紧给演员补妆 快 看出来了吧 好了 威廉 今天怎么会这么多人啊 别紧张 今天我们拍几个打的镜头 好 哎 宝贝啊 走 出去玩玩去 走走走走 走 潘老师 我们的外景你开始准备了 我出去看一下 我出去看一下就好 你等一下可以试一下 我是文艺妈妈来的 这个就是中国人工夫 你怎么来了 这个 这个呢 故事集团和ISC合作 我是来探班客户的 你怎么也来了 靳靳叫我来看表演 他的 他的平衡性真 看来关心苏静静的人 还这么少啊 这剑太酷了 女侠要拿这支剑 排斥 是 是 对对对 这可是真家伙 弄不好 会见红的 哇 你 还好吧 不要你管 你